一直被质疑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星期一参加新一届立法会主席候选人论坛时 再度被追问到是不是共产党员 不过他拒绝回答 竞选主席论坛开始前 议员们先向南亚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进逐连任的前立法会主席民建联成员曾玉成 再被议员追问是否是共产党员 但曾玉成就拒绝回应 建制派议员、自由党的林大輝 也质疑曾玉成的政治背景影响政治中立 既然你有这个身份、有这个立法、有这个背景 那会不会同样引起、怕引起市民 或者是我们议会的同事的忧虑、怀疑 令到你会赤快立法会 或者是某个党管治立法会 那这个其实对立法会的中立性是有伤害 曾玉成会后继续回避是否共产党员的身份 梁先生已经是讲了 但得到什么结果呢 所以我是不会跌入这个陷阱 进族主席的公民党议员梁家杰 批评连任的曾玉成违反意识规则 矮化立法会 强调参选是要捍卫立法会的公正 香港新一届立法会主席将于星期三产生 70位议员当天并会举行先世仪式 由于建制派占多数 相信在保防党的护航下 新一届的立法会主席仍会由曾玉成连任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